大家好,萨德一直是这段时间的热点,咱们今天接着来聊一下 萨德反导系统的部分装备,这个星期一已经运抵了韩国 韩国政府在3月7号星期二也确认了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看起来韩国政府是在加速部署萨德,不想拖延 那在中国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又强烈表态了 说一切引起的后果都要由美韩承担 现在韩国方面看起来也硬气起来了 就是说如果中国惩罚韩国的在华企业 他们就考虑向WTO投诉 那么有人也许会问,那中国能不能真的不从韩国进口 就让韩国人彻底服软呢 这个其实还是很难做到的 中国去年从韩国进口的大部分是中间产品 所谓中间产品就是中国生产的 就是中国制造业所生产的工业制成品 它所需要的零部件材料 这叫中间品,有很多是从韩国进口的 去年中国为自己的加工贸易所进口的零部件里面呢 韩国产的占了45% 特别是在机械、电子、汽车这些领域 然而韩国对中国出口的消费品 在去年2016年整个一年的出口总额里面 只占了4.6%,就是5%都不到 也就是大家吼得最凶的抵制韩国货 里面化妆品啊,什么汽车整车这一类的东西 你即使把它全部都抵制掉,由于它占的比例太低 那在两国贸易里面占的比例太低 你还是很难让韩国人屈服 那说你要不从韩国进口它的零部件 这些中间品 你自己的加工贸易就受到影响 你自己的经济就受到拖累 所以看起来在全球产业链整合的今天 抵制这种事情啊 做起来比韩口号要难得多 那可能又有朋友问 就是说咱们中间品也不买韩国的 咱们寻找替代供货方 我们找别人买不行吗 这些领域能够替代韩国的供货方有哪些呢 有日本,有美国,有台湾 就是台湾在电子领域也比较发达 还有欧洲 说起来这几个哪个和中共没有摩擦呢 全都有摩擦 欧洲稍微远一点,摩擦少一点 但是现在也有 就是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这种事情 而且欧洲国家呢 也是隔三差五的就请达赖喇嘛过去一趟 你要把他们全都抵制了 你的工厂也就别开工了 这个问题是很多爱国群众不了解的 前两天是有网友给我留言 说这个中共啊 可以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很强硬的手段 是因为自己手上的筹码比较多 中韩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 有很多可以传递力量的杠杆 这个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 但是有一个缺陷呢 就是你只算了你自己手上的筹码 你没有去算别人手上的筹码 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啊 就是这个中国的制造业 对韩国产的零部件 这些中间品有一定的依赖度 这个是韩国的一个筹码 但是呢我觉得并不是韩国最大的筹码 韩国政府最大的筹码是什么呢 就是他眼下遇到的麻烦 就是朴槿惠被弹劾这个事 这个麻烦怎么变成了他的筹码了呢 是因为朴槿惠弹劾案一旦通过 那么这个总统就要下台 这个事情马上就会有消息了啊 那么60天以后再改选 那基本上没什么悬念 就是在野党会上台 现在这个执政党肯定要走人 那么县政府啊 在他的剩下的留守任期内 那反正是这个结局 他就没什么顾忌了 对不对 就是北京你对他施加压力也好 还是打贸易战也好 等结果显现出来 那都是下一任政府在干了 不是他在干了 所以他现在做的就是加快步伐 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办完 把这个萨德导弹系统 反导系统部署成 至于说两国关系坏了 修复关系这个事情 留给下届政府来做啊 那个时候已经不是 现在这个政府在说话了 所以看起来呢 现在韩国政府啊 他就是这个打算 把修复中韩关系的事 留给下人政府去做 正因为他有麻烦了 你反而拿不住他了 那你给他再制造麻烦有用吗 中韩关系再不好 再有麻烦 能比朴槿惠被弹劾这个麻烦更大吗 所以你给他制造的那点麻烦 他就不在乎了 这个是北京方面的一大漏算 我认为就是在算计当中呢 这个中共是漏掉了这个因素 至少对这个因素估计不足 另外还有一个重大的漏算 其实是漏掉了中共自己 他没算自己 3月1号王毅会见朝鲜副外相李吉成的时候啊 我后来看见外交部网站上的消息贴了这么一句话 他对这次会见的报道开头第一句就是 巩固发展中朝友好传统是中方的一贯立场 巩固发展中朝友好传统是中方一贯立场 你现在刚刚宣布对朝鲜进行煤炭禁运 你就说这句话 请问你是啥意思呢 我的第一印象啊 我看到这句话 第一个跳出来的念头就是对朝鲜说 兄弟你放松 咱俩还是好哥们 对你制裁这个事情不是认真的 可能有人会说啊 你可能不太了解中共的思维 他是一手制裁朝鲜 一手从精神上安抚朝鲜 好吧 那我们认可这种说法 但是请问你为啥要从精神上安抚他呢 是让他抱有希望你们俩还是哥们 所以制裁很快会放水吗 会对他网开一面吗 所以我想不管是美国韩国甚至是朝鲜自己看到这句话的第一印象都是怀疑 你对朝鲜的制裁恐怕不是认真的吧 所以说中共是自己传递出了一个混乱的信号 他在这个问题上耍聪明 恰恰是一种笨 你的言辞和你的行动要保持一致 才能够传递出明白无误的信号 就是说你的行动是严厉的 你也得板起脸来说话 用严厉的语气来说话 对吧 你行动是看起来比较严厉 结果你笑脸相迎 温言抚慰 那所有人都会怀疑你这个行动的诚意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韩国也看不到北京阻止朝鲜的诚意 再加上韩国政府现在也没啥顾忌了 那就干呗 他就铁了心要部署萨德 所以我说这个中共的漏算 在这个事情过程中算计上的失误呢 他也是漏算了自己 另外呢 就是这种反映出来的言行的不一致 这种混乱的信号 可能确实是代表了中共高层内部 对朝鲜态度的不一致 它内部可能确实是比较混乱的 才会有这种反映 那么这个话题呢 我想另外找时间单独再来聊 有朋友在我这个留言里面说呀 说你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吧 看起来好像你自己什么都想得到 那你以为中国的这些部长高官们 他们没你聪明吗 你以为你想得到这些事情 中共就想不到吗 你以为中共比你笨吗 其实我个人呢 我还是觉得才疏学浅 在海外几千万华人里面 藏龙卧虎的很多 肯定水平比我高的很多 不过呢 您还别真的把中共里面那些官员领导们想得太聪明了 当然在有些情况下还不是他们个人的才干本事的问题 因为他是要在官场中求自保求升迁这些事情 所以他做事情啊 他不是从单纯的谋视 就是如何让这个事情达到最好效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而且有的时候还有内斗互相拆台这些因素 但是我今天主要说的不是这个 我说的呢还就是笨这个事 所以您没听错 我的意思确实就是说他们比较笨 但是第一请你不要误会 我真的不怀疑他们的智商 这些官员的智商都很高 我想说的是 在那个环境中 就是人的思想被党文化调成那根弦以后啊 他遇到问题 首先都是朝那个最笨的方向去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个黑中共黑的没边了 中共要笨的话 能把这个中国搞成第二大经济体吗 这个中国大陆能崛起吗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是请您不要误会的第二件事 我说的笨 意思是指用制造大麻烦的方式去解决一个较小的麻烦 现在中韩关系就在这条路上 就是说在制裁朝鲜的问题上 不断释放出混乱的信号 可是对韩国又只释放强硬的信号 都是不断的让麻烦变得更大 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 那么这几十年用破坏环境的方式去提高GDP数字 其实也是这条路 但是呢 你不要认为笨的办法不能成功 笨人笨办法在一段时间内成功的例子很多 只不过呢 他最后带来的问题 比你当初想要解决的那个问题要严重的多 你得去承担这个后果而已 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呢 那我想另外找时间去聊 因为这是一个太大的话题 那说这个笨人成功的例子有吗 当然有了 你像项羽就是 项羽他用比秦朝更大的恐怖来摧毁秦朝的恐怖 他确实成功了 成了载阁天下的霸主 一度是这样 不过转过脸来 在楚汉战争中他就失败了 那你说成功时间更长一点的有吗 也有 就是蒙元 就是元朝 他把全国人口划分为四个等级 用制造割裂的方式来维持国家的统一 而且他拒绝先进的文明 但他坚持的时间长一点 他坚持了97年 这算是成功长一点的例子 另外呢 我还喜欢举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计划生育 其实在中国采取一胎化政策之前 从人口学 社会学的角度就已经有研究 有这样的结论了 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最有效的办法 是提高妇女的受教育水准和促进妇女的就业 为什么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准和就业水准 能够有效降低生育率呢 这个道理很容易想明白 因为女性受教育水准越高 她自己就越有在社会上去发展的期望 比方咱们也有女性的网友 请问你大学四年毕业了以后 让你一毕业就回家结婚生娃 然后就生一堆孩子 把自己的青春全部消耗在生孩子和养孩子 这个事情上 请问你愿意吗 你乐意这么干吗 你上了大学就有自己的梦想了 你会愿意去过那样的生活吗 所以女性教育水准越高 职业上越有发展 相应的 她的生育年龄就越推迟 生育的意愿也就越低 再比如说咱们有些女性朋友 你大学已经工作几年了 你现在面临升职了 离你的梦想更近了 请问这个时候让你回家去生孩子 你愿意吗 因为你一生孩子的话 那等你回来 是吧 一年两年过去了 这个机会就没有了 可能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女性朋友就会比较纠结 很多人就会想 要不然再等几年吧 是吧 等我这个事业上再有几步发展 我的梦想能够实现了 我再回去生孩子 所以我们看到女性的社会联系越多 她的生育率就越低 因为她想实现自己的社会角色 那么相应家庭角色在她人生中的重要性比重就下降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基本的事实就是一个社会女性越受到尊重 女生的社会地位越高 生育率就相对的低 相反的女性社会地位越低 越不受到尊重 那么生育率就越高 比如说在某些国家 是吧 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 女性上个阶段要把全身照起来 她几乎隔绝了女性和社会的交往 那女性的她最主要的活动空间就是在家里面 就是在家庭 除了生孩子 她也没别的事干了 所以要降低生育率 你去把抓超生的那个尽头拿出来 去帮助女性提高她的教育水准 促进他们就业 难道不好吗 可是这个党文化呀 他把人的脑袋调成一根弦以后 他是不会这么想问题的 他是怎么想的呢 他想的是 现在要把生育率控制下来 你这个不能脱离党的领导 是不是 所以党得把这事管起来 要管到每一个女性的子宫 现在党说一个 党说生一个 你生了两个 这就是个政治问题了 因为你挑战了党的权威 党说一个 你生两个 那是你不听党的话 对不对 所以党就要罚你就要治你 所以你看他就朝这个方向去了 其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创造了一个寄生办 这样一个官僚体系 从中央到地方 而且财都财不掉 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 同时这几十年制造了很多惨剧 这种强制银产 强制堕胎 制造了巨大的社会矛盾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后果 就是你用这种行政的强制手段 你可以在短时间内把生育率降下来 可是你要恢复啊 你用多几倍的时间你都做不到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老龄化的问题 看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你要想再把这个生育率提高上去 好 这个可比你要把生育率降下来难多了 你把一棵树砍掉容易 你要是这个树再长起来 那可得费时间了 是这个道理吧 当然也有人说 说这个超生的问题主要在农村 所以你刚才说的什么提高女性教育 帮助女性就业 这个方法主要适用于城市 不适用于农村 那我说对农村你也有大量的办法可以用啊 对农村最主要的办法就是这个经济上的刺激 这个家庭如果少生 你给他减税 你给他财政补贴 你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 其实这不是一个办法的问题 而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就是说你是不是想和民众沟通商量 你如果想和民众沟通商量 有这个态度自然就有相应的办法 你说我就是不想和民众沟通 我就是管你 你是这个态度 那么别的办法就全都用不上了 第二个例子我经常喜欢用的就是这个劳改 就是劳动改造这个事 劳改这个东西有一个思想的来源 就是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里面有一篇文章 叫做《论劳动在从源到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就是恩格斯认为 从源侯进化到人这个过程当中 某些关键的阶段 劳动发挥了关键作用 所以共产党人他就有一种想法 就是认为你如果跟他观点不一致 思想不一致了 他是认为你不够先进 因为共产党认为自己是最先进的 因为他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 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是最有科学性的 如何如何 你跟他不一致肯定是你落后他先进 但是呢你认为他认为他比你先进 这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他不会去跟你沟通交流 他采取的做法是把你送去强制劳动 通过强迫劳动让你去进化进化 他是这个意思 你只要通过强迫劳动思想进化了 你就会认同他了 就会跟他保持一致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劳动改造这个东西 是共产党国家的一种特产 正是因为有这种理论来源 可是他真的达成一致了吗 他反而是制造了更多的痛苦和灾难 让更多的人不认同共产党 所以党文化这种东西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他去用制造大麻烦的方式 来解决眼下的一个小麻烦 可是这个大麻烦的结果呢 是在未来某一刻显现 所以等到了那个时候 他通过垄断的这个媒体资源 再一宣传 让人们呢就忘了 其实原来那个麻烦是比较小的 所以就再通过制造更大麻烦的方式 解决眼下的大麻烦 所以就是这么不断循环往复 今天呢其实是说 中韩关系也是走在这条路上 就发挥了一下 那好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